晚上好 今天我是打算做一些比較隨意、比較簡單的視頻 我會用一些很常見的東西來製造一些聲音 希望可以讓你感到放鬆 這一張布呢 它是棉和羊毛繪放 我有一個小的興趣愛好就是想要學做衣服 所以它本來是我買來打算做點什麼 我因為現在一方面是要忙其他的事情 另一方面可能也沒有敏感吧 所以它就弄為了我常常在錄視頻的時候的作步 不過 不過 俯摸 輕輕地抓它的聲音 好像還是不錯 我這裡有一個小的鏡子 我應該是在去云南旅遊的時候買的 我不知道 你是否和我一樣 當然聽ASMR會有不同的嗜好 一些呢會比較偏好於 只聽聲音 一些呢就覺得有畫面會更好 我呢是偏好於有畫面的那一類 所以我也很喜歡看別人非常輕柔的動作 是一個小鏡子 一邊是 正常的鏡面 另外一邊呢 則是 放大的鏡面 因為是 女生會隨時攜帶的鏡子 所以 放大的鏡面 對於 補妝的時候 可能會 比較有用 對於 我不知道現在 你能看到 鏡子裡面的畫面是什麼 可能 能看到 我是怎麼 呃 所長的聲音 是比較的 業餘 是 真的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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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紙袋 其實是我 網購 快遞的一個 內包裝袋 但是 它發出的 這樣的聲音 我是蠻喜歡的 我是蠻喜歡的 我啊 在這裏 是蠻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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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喜歡的 我可以做的 好 如果你聽到有一點背景的雜音的話 我很抱歉 因為我現在錄的時候 我媽媽在客廳裡看電視 我可以給你看一下 有戒指 有戒指 還有一個 金色的熟练 实际上这个截指 也是和他们一起买的 我好像有说过 因为我的手指比较的肉 所以我都买一些 稍微个头大一点的截指 可以稍微平衡 遮盖一下手指上的肉 不知道有没有 给手指减肥的办法呀 然后 这个金色的盒子 非常漂亮 它实际上是蜜粉饼 在我敲盒子的那一期呢 我用敲它的包装盒 这个 这个 那么 这就是它的本体啦 你可以从这个盒子 或许也能看到我非常简陋的 设备组装 打开之后呢 它有一个自带的粉饼 粉饼泡沫 但是我一般不太用 自带的 可以给你 下面它是有一个塑料的保护 从 可以看到我已经用到有一点点的小缺口 颜色很漂亮 颜色很漂亮 我觉得特别好用是因为我是 初游很厉害 所以 它的控油 效果还比较好 而且味道很好 实际上自己用的话 就会要用到蜜粉刷 我之前有提到过 有一点不好的小习惯 所以这又是我新买的刷子 它非常大 而且非常的软 很舒服 所以就用这样蜜粉刷 轻轻的沾取一些 散粉 当然我现在不会用 因为这个刷子我还没有用过 所以它是干净的 我待会要用它刷子 我待会要用它刷子蛋润 就这样 然后 轻轻的 扫在眼上 好吗 好吗 它的味道 非常的淡 又有 比较典型的脂粉气味 我是觉得很好闻 现在就到了 你们会最喜欢的耳朵的按摩和刷耳朵 刚才已经讲到这把刷子 非常的柔软 而且面积很大 一个很大的圆形 刷子非常大 已经可以全部覆盖你的耳朵 然后我们到另外一边 也是同样的 嘞 尖尖的 尖尖的耳朵 尖尖的耳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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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到一只小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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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现在 同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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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